嘿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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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有一陣子呢 發片最近頻率有點低這麼一點點 那因為最近去這個 這個內地那邊 大陸那邊 晃晃 所以呢這個 發片頻率就稍微低一點 那現在呢回來啦 我們就正常發片 那一回來的時候怎麼樣 一回來的時候我們就來吃吃這個藍buff 那左晃晃右晃晃我們看一下 好那對方的這個輔助呢現在不知道在哪裡喔 那我們這場呢帶來是這個翡翠趙雲 藍鑽趙雲的感覺啊 這時候你可以看伯頓啊 緩緩的像 想要怎麼樣往我這邊靠近啊 感覺就不安好心眼 但是基本上伯頓不會帶制裁 所以我很安心 了不起就是被他弄一下弄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我這個制裁還是制下去 這邊上兩等之後二技能血量給他吸回來 發現吸不回來 這時候呢稍微拉一下 但是隊友靠過來啦 那這伯頓呢也沒什麼技能可以走啦對不對 我們這邊一個二技能 上路的愛里看到了 過來過來過來 這個愛里被撞了一下 不過OK 沒問題 這邊呢率先的疊到一層被動 此時呢我非常緊張非常害怕 我呢馬上呢就是 聘了一下我的紅buff 因為我怕呢對方的打野會直接入我的紅buff 如果會玩的話 而且我們的勇呢壓塔壓得非常深喔 所以呢他如果呢去吃我的紅buff 我們的勇呢基本上 也不會過 也過不去啦 那還好 剛剛 這個我們的朗伯呢去看了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 在前期啊 在前期這個趙雲啊 盡量啊我們盡量不要太多的碰撞 因為我們的這個爆發期啊 還沒到還沒到 爆發期等爆出來的時候啊 對方啊直接死光光 隔屁一堆啊 這時候伯頓又帶著對方的這個打野過來鬧事啦 那我這邊的話 也沒辦法 但隊友慢慢靠過來喔 我們等隊友看能不能集合 扣一波因為對方是現在打野很夯的銀咒啊 那這個沒邊到銀咒是有點可惜 好那對方呢 這一場呢有銀咒又有佛洛倫 其實蠻不好打的 我們這個放 放腳放的有點兇啊 喔 這個這兩次都不好打 那這邊的話對方去吃魔 我判斷了一下 判斷銀咒呢 還在中路那邊啦 那我趕快速吃掉他的紅buff 這時候對方魯蜜亞開大招 不過還好 紅buff還在我身上 那對方呢 剛剛因為反了一個紅啊 所以也算是做一個這個友善交換嘛 是不是 友善交換完馬上呢 回來再拿一下自己家的紅buff 自己家的紅buff 那我 克蘭的發現啦 現在的野怪的經濟真的是很低啊 打野的經濟真的 如果不殺人或是不參會戰的話 有點低喔 你可以看到我其實一直在吃野 但是經濟狀況卻是全場最低啊 連這個朗伯經濟都比我還要來得高啊 這一波的話我不打 我扣一個撤退 因為 對方的伯頓在前面 那個 這個對方的射手在後面 我們這邊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左側會不會有弗倫衝出來 OK 魯蜜亞這個位置 直接倒了來劈起來 結果哇操 全部都是人啦 滿滿的都是人 滿山滿谷滿山遍野 那我們的愛里呢在上路的拆掉了一座塔 而呢 我們在中路也殺到了兩個人 這一波算是蠻賺的喔 那對方呢 那現在呢是知難而退啊 知意其難啊 但是還是退了OK 在滿想說吃個這個魔龍啊 結果對方的 這個伯頓啊 對方的伯頓啊 還想再衝出來再打 那對方的蘇也在附近 這時候呢對方佛倫直接葛屁 我看一下蘇有沒有露頭 直接露出來露出半個龜頭 好那這個蘇呢 血比我還要多一點 我怕被他射死了 所以我就先拉掉了 先拉掉 這有點危險喔 直接先拉掉OK沒問題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看一下 這時候呢再去反一次對方的紅buff 因為看到對方的銀咒在其他地方啊 所以這時候過來反制OK的一個制裁 不要被對方的佛倫抓到 這佛倫 這個到 雖然才6等啊 6等就想兇我8等 那不要說他有一個十足的自信心啊 可以把我幹掉啊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要太前面了 不要真的跟他打起來 不然他隊友直接衝過來 直接把我石面埋伏 我也是很慘的啊 好然後那這個 9 這個大概一個多禮拜 他都沒有打傳說啦 突然 這次再回來打的時候 有點稍微有點不順手啊 有點不順手 OK所以順利的還是收掉了對方的 佛羅倫啊 這時候呢 我的使命就是拆掉上塔 可是我可以感受到這個速殺之氣 你可以看到這個伯頓啊 往上移動了 銀咒在這裡這樣 他是要先打我的還是要先打兵 塔爆了之後呢 塔爆人爆 塔王 完蛋了 這邊的話試看看能不能逃走 基本上是逃不走的啊 我就算了 這被銀咒抓的半死啊 這銀咒這樣 直接被我死的連刀打出來 不過一個命換一個塔 而且我經濟也不是很高 也沒有shutdown 所以我覺得還好 OK 算是賺的 算是賺的 這邊直接看到對方的後排 那這個他們退的有點遠了 我看一下在那邊砍一下 這時候對方5隻都出現了 可以看我們泳的位置稍微比較遠一點 這邊泳射掉了伯頓 那對方銀咒抓走就是胡亂打 哇直接隔屁 沒辦法被這個抓的亂七八糟 我們這邊看到了蘇的位置 蘇也看到我過來 但是他卻選擇怎麼樣 站在這裡回城 我的媽呀 這邊再一個寒冰制裁 直接治掉 拿了雙buff回來了 那這個蘇呢 的確有點大意 輕敵啊 大意失禁舟啊 不是我在講 好那這時候我們的法師去騷擾一下對方吃野的速度 然後我們呢 順利的吃掉了這個魔龍 這時候呢我們再回來 繼續農自己家的野怪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中路那邊那個塔要掉不掉 不掉要掉的 那這個 陷阱呢 沒時間踩掉 我們先去打架 先劈了一下 佛洛倫往前進 我們涌了在蠻後面的地方 涌慢慢靠近 這邊先收掉對方的佛洛倫 這個佛洛倫很 很滑稽呢 很會滑 很會滑 滑到我真的難殺 那佛洛倫蠻難殺的 我是蠻怕佛洛倫的 但 還有這場兄弟們夠給力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 伯頓朗伯一個大招敲到對方的羅蜜亞 那我們當然直接大招跟上去 劈死對方的羅蜜亞 才不會造成遺珠之汗 是不是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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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我的我的媽呀 我還是最低呀 我再劈 伯頓來來來 好那我們的這個 達爾西呢很生氣氣噗噗氣氣氣氣直接衝過去 幹掉了對方的伯頓 這波對方佛洛倫一個閃現衝了出來 我們再一次啦 群體維歐直接把他們幹死 那這邊再收掉了對方的 誰呀 銀咒是吧 銀咒這樣衝出來 還是隔屁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 伯頓呢 朗伯呢 血量有點殘喔 這邊還要再打嗎 我是覺得不必要啦 這個應該可以浪一下 齁 應該是要浪了啦 我們就 吃吃野怪就好了 吃吃野怪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的這個狀態 我們用二技能回血的速度已經算蠻快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這個裝備出裝的順序 王者之間呢 我覺得 因為畢竟我這場經濟有點低喔 不想要太脫裝 所以還是把他放在 比較後面一點 前面的話 我還是先出了這個 全能武器 再加上 狂暴之手 所以呢 在前期呢 我的續航能力 跟抵抗能力非常夠的 因為我用了什麼 我用了吸血的能力啊 我的這個 全能武器再加上那個 打野刀 都可以吸血 雖然有了吸血的能力之後呢 對方呢 就比較 不好 不好打了喔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人在偷偷吃這個魔龍 欸沒有 那我們就再去把下落兵線 給洗掉 那趙雲呢 在前期呢 經過一個痛苦期之後 喔 度過了 那你就基本上 可以 直接壓制對方一截啦 因為趙雲就是一個後期的保證啊 非常非常的保證啊 這很像什麼 買一個保險的感覺喔 來了 我們的經濟超越我們的輔助了 太棒了 這時候看到對方贏咒 居然已經一萬多了 是蠻嚇人的 我們這邊打起來 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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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賴 大大大大大 但 被抓了起來 那我們這邊再稍微等待一下 等待一下 這個大招的技能CD 這時候贏咒走出來 他們現在上塔的 岌岌可危 這邊要打嗎 因為我們泳敵有點遠 這邊再過去的話 有點太深了 我們看一下對方的輸喔 那這邊的話 等一下 嚇一跳 一個假動作 一個假模糊 往前進了 極威要打 其實不打 我們這邊的隊友都還沒 沒有聚在一起 我們現在這個時刻非常緊張 這個非常緊張 因為 來到了這個中後期 所以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一波倒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吃這個凱撒 中路肉頭兩隻 這時候吃一隻吃得很開心 突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伯頓 伯頓請問一下 你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幹嘛 愛里一個大招 抓了起來 再加上朗伯一個大招 我們花太多心力在這個伯頓身上了 這個伯頓現在一定想很開心 大家都打了我太棒了 我們這邊收掉伯頓之後 也自己也死了 好不過沒關係喔 因為這個 呃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打伯頓 我以為只有伯頓而已 想一想也後悔啦 你可以看到銀咒機在下路 我們在這裡吃魔 他完全沒發現 不知不覺 吃掉了 這時候中路有一個書 我們看能不能抓他 可是他已經看到我 想說算了 他隊友離我太遠了 這是一個假動作 演戲啊 喜劇之王 衝出去就衝回來 好那下路的話 這個銀咒呢 這個位置 我覺得可以抓一下 我跟愛里兒一起 一起過來 但是銀咒現在有復活戰甲 我嚇傻了 看一下 哎呀居然已經11000啦 我現在才8000而已啊兄弟 他已經11500啦 我才8000而已 我們看一下我們自己最高的經濟 還差一點 我們還差他1000塊 他已經滿裝了你知道嗎 我都不知道 這個對方打野是怎麼濃的啊 我就覺得我也有一直在做事啊 好來這邊又打起來啦 艾里葛屁但是現在是4打4的一個狀態 那這邊銀咒有復活戰甲 沒關係 我們迅速的 迅速的把他們都幹掉 這時候銀咒復活戰甲 骷髏 一個寒冰制裁 含下 一個普攻 再帶掉 雙殺 Double kill 這邊的話 還有兩隻 兩隻血量很殘 那我們這邊 還有射手 跟法師 狀態都是滿的 對方盧米亞 葛屁 好那這一場呢 基本上他們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對方呢應該也是 孤城無裏可回天啊 好那如果喜歡影片 就訂閱一下 Youtube頻道囉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面囉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